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PRO社小禮組我是莉莉亞 今天這支影片呢要來開箱 感覺好久沒有來錄開箱了 那這次要來開箱呢就是我在Shoppy買的貼紙膠袋們 然後這個賣場賣的貼紙跟紙膠袋都是分裝的 所以我們就來開箱吧 首先第一個分享的呢就是我又買了圓點貼紙 那我之前已經開箱過很多圓點貼紙啊 有不同大小顏色還有格紋的 那這次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它都是用紙布跟英文字母來組成 有點復古素材的感覺 然後我就想說我好像沒有這樣子的圓點貼 所以就又買了一個 那我挑的是橘色系的 我買這樣子呢它總共有兩張 那是39元 這個圓點貼紙的風格呢還蠻適合用在復古平貼上面的 它有顏色但是上面也有紋路 就不會看起來非常的單調 感覺應該會蠻適合貼在手帳裡面的 接著就是賣家送了我一份圓點貼紙的小禮物 這個就比較繽紛的顏色然後就比較基本款了 就是一些圓點點啊跟線條組成的 賣家送了我兩張 第一張是比較紫色系的 那第二張就比較繽紛色系 這種小圓點感覺拿來裝飾會很好用 我發現啊有很多文具的小賣家們 他們都很會送一些小小的東西耶 雖然說就是小小的可能便條紙啊 或是紙條袋分裝 但是你收到的時候就會特別開心 接著就是橡皮茶 我買了三個我覺得很可愛的橡皮茶 那上面它是寫說這是磨獅子的設計 就是大理石的地板 那我自己是覺得還蠻有大理石北歐風的感覺 再來就是它買的時候顏色是隨機的 那我自己是獲得這兩個顏色 那橡皮茶的觸感還蠻好的 然後我不知道好不好擦 賣家是寫說它有不容易找到好擦又好看的橡皮茶 但是我有一點捨不得擦 所以就先這樣子吧 再來我還有拿到一款紅色系的 我自己覺得這兩款都還蠻好看的耶 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賣場找找看 然後這個橡皮茶呢我總共買了三個 我就是想要分送給我的朋友們 就是分享給他們一點美美的事物 那我自己橡皮茶當然是不會用這麼多啦 所以一定要跟好朋友分享 至於橡皮茶的部分呢一個是23元 然後這次呢我主要是買貼紙 但是我還是買了一段紙膠帶分裝 我買了這款圖案叫做旅行的意義2 這款紙膠帶分裝呢尺寸是4×50公分 所以它並沒有到100公分喔 然後價格的部分呢是29元 圖案呢就是一些寫生的用具啊 手帳跟一些照片 我覺得非常適合手帳孔耶 就是手帳孔就會喜歡這些啊 粉紅色的手帳而且在上面還有那個小信封 真的是很懂手帳孔 然後一些照片拿來拼貼的時候就很好用 再來呢它這個紙膠帶就是有離心紙的 所以很好收納 我發現我最近真的很喜歡離心紙的紙膠帶 因為它不用擔心說他們彼此沾黏啊什麼的 然後要使用的時候也很方便 直接剪下來就有離心紙了 接著我們來開箱這個 裡面最繽紛鮮豔的貼紙 那這架的貼紙呢都是分裝的 所以每個款式只會有一張 我覺得這樣子在使用上會比較適量啦 就不用擔心說都用不完啊 它怎麼貼來貼去都是那些貼紙 不過也是有一些缺點 就是分裝的貼紙就會比原來的還要貴 那這個貼紙呢一份是23元 裡面總共有20枚 這一款的貼紙呢它的顏色就比較鮮豔了 比較飽和一點 這樣子的貼紙呈現出來就會有一種通趣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鮮豔的貼紙啊 如果你在素素的筆記本上面貼一個 就會非常的亮眼 那像這種有形狀的啊 拿來當成信封的封口也很好看耶 這種我覺得還蠻適合貼在月季寺的部分 因為月季寺都一格一格的嘛 然後你可能就可以貼個一個啊 或是貼個一串 就很好看了 再來你可以根據月季寺以及上面的圖案來使用 像這個有點像餅乾啊 你就可以比如說跟朋友去喝下午茶 就把這個貼在那一個 然後再寫上文字寫說下午茶 那出去玩的時候就可以貼這張 所以我覺得這種小小的 但是很鮮豔的貼紙其實也還蠻好用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進入到盒子貼紙的部分 首先我們先來看第一款 這款叫做迷人之詩 那材質的部分就是盒子的貼紙 這種不那麼飽和的顏色啊 我覺得很好看 它是用粉粉嫩嫩的顏色啊 搭配簡單的線條跟色塊組成的 我覺得有一點北歐風格啊 或是韓式風格的感覺 自己覺得超喜歡這樣子的風格 那因為叫做迷人之詩嘛 所以上面都有短短的幾行英文字 再來這個部分呢 一包是33元 那每一個圖案格一張總共有30張 那我們就快速了看過去吧 喔這個也好好看喔 因為我發現我剛剛拿在手上的時候 好像沒有拍出它的眉 所以放在桌上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款貼紙呢 我自己收到之後覺得超級喜歡 就是如果還可以的話 我會再多買一兩包的那種 接著我們來開箱第二款 叫做藝術器型 這款呢就是簡單的插畫 它插畫風格很像會貼在居家布置的那種海報 那因為是盒子的材質呢 所以在使用的時候啊 其實可以搭配手濕的效果 就你不一定要貼一整張方塊 你可以把它撕開貼 這樣子也會很好看 就有點像紙膠在用途嘛 嗯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不用貼方塊 然後手持來拼貼 我覺得這樣子還蠻增加效果的耶 這包呢一樣是33元 然後裡面有30張 因為是份狀的貼紙 所以可能價格上就會比較貴一點 但我自己是覺得還可以 所以就買了 然後我也覺得說 不要買貼紙包這樣子 份量比較不會那麼多 因為每次買貼紙包 可能就來個60張 然後你就好多啊 有點貼不完 所以最近我就開始會買一些 分狀的紙膠袋 跟分狀的貼紙 我覺得這樣子可以適量的使用 然後常常貼不同的貼紙 也蠻不錯的 這兩款盒子的貼紙呢 它的材質跟顏色 都是我超喜歡的那一種 然後圖案的部分 也是我很喜歡的 有點北歐啊 有點韓風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我還想再去回購耶 我非常推薦大家去買這兩款 因為我自己真的覺得好好看喔 然後自我收到的這盒裡面 我覺得最喜歡的兩款 那我可能會考慮說 要不要再去買第二包來收藏 或者是說買一些分送給我的朋友 那接著就要來開箱這種紙質的貼紙了 因為我最近愛上了這種紙質的貼紙 然後這些紙質的貼紙的插畫都很好看 所以我就忍不住買了一堆 那我們就開始大家開箱吧 首先我想要先來開這一系列 這一系列呢 就叫貓的一家 貓的一家呢 這系列的貼紙 它的插畫風格比較有一點日系風格 那它就是以貓為主 偶爾也會搭配一些其他的插畫 那缺點就是我看不懂日輪 所以我其實不知道這貼紙上面的意思 不過它整體設計蠻好看 也許就可以當成 嗯...一個logo來使用吧 然後我最近就還蠻喜歡動物系列 所以這一次我也買了很多動物系列 你看貓跟企鵝友好 貓咪 這種日系的插畫啊 雖然說沒有那麼精緻 可是又讓人覺得好著迷喔 再來還有看到一些日系的鳥 喔這個好好看喔 那這個呢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覺得很像衛生棉的圖案 再來是胖胖毛跟瘦毛 這個很像餅乾上面會有的圖案 這個也好好看喔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種日系插畫的風格 那這系列紙質的貼紙呢 都是20枚 然後一包是19元 也是分裝的 所以每個圖案只會有一款 接著來看到動物王國這一款 這款呢主要就是由狗跟鴨子組成的 那還有一些其他的動物 那我自己是特別喜歡這個鴨子 所以就買了這款貼紙 可能主要就是因為鴨子而買的 你看超可愛的 那這系列的紙質貼紙呢 它的紙張都不是那種滑滑亮亮的紙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樣的紙感 就不喜歡滑滑亮亮的那種感覺 我那時候看到這個貼紙的時候 就覺得我好喜歡喔 這個我捨不得用啊 好可愛喔 我很喜歡鴨子的東西 就是鴨子的貼紙啊 鴨子的紙膠袋 鴨子的插畫 再來因為我自己有養狗 所以就是看到狗狗也會覺得被收服 你看這個要脫髮的狗狗 喔狗狗的屁屁 這是暖男狗狗嗎 這個是獅子狗狗嗎 還是獅子啊 我最近就很喜歡這樣子紙紙的貼紙 那這款紙紙貼紙呢 它是比較薄的 有的會比較硬 那貼起來會有一點像紙板 但這一款呢很薄 感覺比較像是紙張 我比較喜歡這種薄薄的貼紙 因為比較不會讓筆記本太厚 或者是不好翻頁 再來第三包呢 叫做動物園遊會 那這個名字呢 都是賣家上面提供的名字 所以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 就可以直接去找到相對應的名字來賣 這款貼紙的動物就比較多了 比較有像去動物園的感覺 剛剛那一款呢 主要就是狗狗啊 跟鴨子組成的 那這一系列的插畫呢 它是有一點像色鉗筆筆觸的感覺 我覺得很喜歡這樣子的貼紙 很像收藏了某個作者的作品一樣 我還蠻喜歡這種筆觸的感覺的 看像這個 這很像蠟筆畫的 有一點童趣的風格 可是又很好看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樣子的貼紙 我自己最近很喜歡這種紙紙的貼紙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之前明明不愛的 然後最近就超愛 再來加上這系列這種有筆觸的風格 我就覺得 這真的就是我想要的貼紙 可愛的兔子冰淇淋 熊貓的屁屁 雞 然後還有這個很可愛的狗狗 這剛好有嘎形狀我覺得很好耶 然後還有小綿羊 跟一隻在拉長的貓 再來我們來到這一包 這一包叫做花花世界 花花世界呢 裡面主要都是花草盆栽跟英文字母組成的 那它畫的部分呢 也是有筆觸的感覺的 因為它筆觸的關係 我覺得很加分 然後不是亮亮的材質 我也覺得很加分 再來就是它顏色都有點清清淡淡的 那這一系列的設計呢 就有一點像郵票的感覺了 就是它是整個方塊的設計 花花這系列呢 我自己覺得有點唯美 但是又有點復古那種感覺 很好看 花花這系列呢 我自己覺得還蠻推薦給大家的 好好看喔 這種花花呢 非常拿來適合寫手帳 因為手上常會有一些生活記事 比如說一些生活水筆啊 生活風景 那配上花花這樣子氛圍的貼子 就還蠻適合的 再來這一款叫做露浴晚風 這款的插畫呢 主要就是一些居家風格的小物嘛 有點北歐風的插畫 然後它一樣也是筆觸比較明顯的那種插畫 我真的好喜歡這個筆觸的感覺喔 再來就是我對居家小物啊 有一種莫名的熱愛 所以看到這貼紙的時候我就覺得 心情很好欸 那這種跟剛剛那個花花系列一樣 都非常適合貼在手帳 因為手帳啊 就是一些日常的紀錄 那這些就是日常畫面的縮影 這款跟剛剛的花花世界 大概是我紙紙貼紙裡面最喜歡的兩款 再來呢 可能就是動物的系列 花花系列跟露浴晚風呢 也是我看一下網就很想要趕快手刀再去架構的貼紙 再來只剩最後兩款貼紙 我們先來看這個 只想曬太陽 這款呢 就看得出來是比較數位的那種線條 比較實線的 不是插畫筆觸的 但是呢 還是很好看的圖像設計 那這一款貼紙的圖案呢 都比較單一了 就是它的圖案就是在置中 不像剛剛花花好像整個方塊都有設計到的感覺 像這個三名字啊 就是只有在這一塊 但花花就是讓人覺得整個就是一個圖案 我自己會這樣子覺得啦 那這一款呢 既然圖案比較單一呢 我就會覺得 想要把它圖案的部分剪下來使用就好 比如說這朵玫瑰 那我就自己沿著邊把它剪下形狀來使用 我覺得也很好耶 你可以根據情況來說 你要整塊貼還是把它剪下來再貼 再來呢 就是像這個比較白的部分啊 你也可以拿印章來蓋 或是因為它是紙的關係 你也可以用色鉗筆上色 我覺得這都是我們可以自己發揮的地方 這一款植物呢 我就覺得如果稍微上一點顏色應該會很好看喔 這一款只想曬太陽的插畫呢 我自己就沒有那麼喜歡了 然後這一包的貼紙主要就是紅色調的 我自己會覺得我比較喜歡剛剛那種 花花世界跟烏魚晚風的設計 可是這一款如果按照它 簡白邊下來使用 我覺得可能也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這就是今天最後一包的貼紙了 這一包叫做意想世界 那這一包的色調呢 主要就是黃色調的 這款貼紙的插畫呢 也是沒有筆觸的插畫 可是可能因為它圖案的關係吧 我就覺得還蠻好看的耶 其實 它有一點像是韓國風的插畫啊 跟韓國刺青會有的那種紋路 我覺得好像很好看耶 那剛剛那一款呢 我就覺得圖案好像就比較單一 可是這一款我就覺得 加在方塊裡面好像還蠻好看的 好像就是這幅畫就是要這樣子來完成的 我也不知道這是我什麼奇怪的感覺啦 但是我就會覺得這一款有框還蠻好看 就是有一個正方形的外框 那剛剛那一款我就會想要剪 可是這一款我又不想剪了 這一包意想世界呢 它有一點文青啊 然後有一點宇宙風的感覺 真的很像韓國刺青會有的圖案 所以這一款跟剛剛那一款只想曬太陽呢 我會喜歡這一款比較多一點 那這就是這次買了貼紙大軍們 這次的貼紙啊主要就是買紙的貼紙居多 這兩包盒子的貼紙呢 就是我覺得很好看所以才買的 這次我真的買了好多我覺得很好看的貼紙 那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 可以去到賣場看看 這次貼紙的購買資訊呢 我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其實我之前都懶惰打 然後就發現有小粉紅問我的時候 我已經找不到我在哪裡買的 就找不到那個連結 所以我就提醒我自己 我一定要記得打資訊欄 其實我真的就是很懶惰打 那今天的貼紙分享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啊 跟我一樣覺得被這些貼紙療癒了 那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